桌面上所展示的Adidas球鞋、运动裤、续衫、运动鞋、凉鞋 共2217件都是执法当局所起货的仿冒品 价值高达47665利级 巴西古当三家营业超过10年的运动用品店 因为售卖仿冒品,昨天遭到执法当局检举 国内贸销布罗佛州执法组副主任利子法兹利亚纳说 官员将约谈有关业者了解货源情况 并且援引2011年商品事务法令桥文调查 业者一旦罪成,每件商品可被罚款一万令吉 或坐牢不超过三年,或两者坚持 从今年1月开始到今天 新山已经有91宗仿冒品检举案件 价值领积高达292423利级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